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千层肉饼的做法 我们先准备面粉,260克 倒入150毫升的温水 水温在20-30度之间 搅成大面具以后 下手揉成面团 多揉几分钟 揉至表面光滑 像这种软一些的面团 饧面20分钟 准备一块猪肉 先切成小块 装进绞肉鸡里面 放几片生姜 加入适量的盐 半勺五香粉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蚝油 最后打上一个鸡蛋 打成猪肉泥 看一下像这样的状态 就可以了 再放入一把葱花 淋上一些食用油 最后淋上香油 朝一个方向 充分的搅拌均匀 看上去肉馅有粘稠状 静止10分钟 让肉馅更好的入味 20分钟过后 面团也醒好了 拿出来不用揉 直接搓成长条状 切开分成两份 取其中的一份 再搓长搓细 用掌心压扁 擀成一个长黄情的面皮 厚度约0.2厘米 在面皮上放上调好的肉馅 摊得薄厚均匀一些 另一头空出 三指宽不用放馅 从空白处 给它对折起来 将两头捏严实 防止肉馅露出来 再压实一些 用擀面杖轻轻地擀几下 不用太薄 整个面层的厚度约1.5厘米 在平底锅里刷上一层油 放入做好的生胚 在表面刷一层油 锁住水分 开中火 先烙上4分钟 闻到香味时 给生胚翻个面 再接着烙上4分钟 两面金黄 肉饼就熟了 先熟的话 可以用铲子按压 立马肥弹 即可出锅 切开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听到表皮酥脆的声音 外酥离软的 千层肉饼就做好了 饼皮非常的薄 包裹着层层的肉馅 舀上一口满嘴流香 真好吃 做话也不难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